好,同学们看杨老师这里有两只蝴蝶 我们今天学习怎么样做蝴蝶 origami做蝴蝶 先拿到一张方纸 tacos 打开 这边再做一次tacos 做好了这两次tacos以后 完全打开 把纸翻过来 翻到它的背面 然后做一个hot dog 打开 再做一个hot dog 做好了这两个hot dog以后 我们再把纸打开 打开以后呢 你看看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边 往里推推推推推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小的pyramid 对不对 变成了小的金字塔 把它的两只长长的脚 撑起来 对到中间的这条线 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三角形的尖尖 翻到后面来 怎么样翻到后面来呢 它正好对齐不行 要给它长一点 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 然后给它翻过来 这个时候 手顶住这个尖尖 顶住这个尖尖 这样一摁 就变成了一个蝴蝶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蝴蝶 是不是有一点尖呢 扎扎的不太好看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小角角给搅下来 变成更像蝴蝶 对不对 蝴蝶的翅膀没有那么尖尖的 对吗 就变成一个圆圆的 你可以在上面 画上各种各样的图案 如果这里松开了 你可以用胶 胶帽粘一起 如果家里过 过节 你可以放好多好多这样的蝴蝶 蝴蝶给粘在一起 是不是很好看 翻过来 使劲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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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它就粘住了 等一会干了 它就特别特别结实 把好多蝴蝶粘在一起 是不是很好看 小蝴蝶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活动 好不好 蝴蝶